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老师 今天我们讲讲《易经》第19卦 《地则灵》 《地则灵》 在《易经》上来讲非常好 为什么好 灵卦 代表灵 灵 这个灵有三个孔 这个灵有三个孔 非常好 比如说我们常讲大驾光灵 就是这个灵卦 你碰到这个灵卦的时候要怎么办 你面对一个抉择的时候 如果你本身 灵到这个灵卦代表怎么样 你已经在灵卦了 你本来好像坐一条船 在海面上飘不定 突然间看到一片陆地 突然间看到一个岛屿 你脚踩上去的时候叫做灵卦 你已经灵了一个抉择 但这个抉择非常好 所以他已经跟你讲 你要做一些事情 地则灵跟地则观都一样 你在注意别人 别人在注意 就好像尼采讲的那句话 你凝视深渊 深渊也在看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你凝视深渊 深渊同时也在凝视 你看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也在看 你在看这件善事 你想要做善事 善事也在看 当然 你心生邪念 你在看这个邪恶的时候 邪恶也在看 所以尼采 讲上帝是那个德国的哲学家 尼采 讲的话非常有道理 你凝视深渊 深渊也在凝视 你 你必须要做一些事情 而且这个话 已经在隐喻安预你 你只要做任何事情 对你是有帮助的 不要再举旗不定 有没有 你已经大驾光临了 你就要面对这个事情 给他做一个处理 这个话 在易经上来讲 是一个奇卦 非常奇想 如果各位自己 透过一个卦 来问事情的时候 就很难 比如说你是一个大老板 你想要用这个人事部的精明 你也不想好不好 很简单啊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去买一个这个来 六四支 自己抽一支 然后 不懂这个 挂的解释 去查查看张老师的带子 张老师我的带子 我一定会跟你讲 这个挂是好 还是这个挂一般都讲不太好 这个是总体 但是就是说 一般而言 大概 当然原则上就有例外 我们会做那种客制化的分析 是因为 针对你的不同状况 不同的情况 来对你的疑惑点 给你提供最佳的一个回答 像这样是很通俗嘛 这个话说很好 好在哪里 你现在想要 跟这个女生结婚好不好 好啊 那你现在想要从这个行李好不好 好啊 还是你现在想一想 我想要结束 最近我在某个地方的生意 不想要急还是凶 0 Landing 你必须做一些事情好不好 这个话严格来讲 非常好 但是 这个好的前奏是 你必须要做一些抉择 今天讲到这里好 谢谢 谢谢 好